我们在家庭矛盾当中 您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是最伤害人的 不是拳头 是我们的语言 多少的家庭矛盾都从语言当中而产生的 你看我们中国人表达很含蓄的 明明想表扬一个人 你说出来的是挖苦和讽刺 明明想关心一个人 你用的是反问句 明明你很思念一个人 你却一直把他往外推 尤其是在家庭活动中 如果用的是反问句 第一你是低情商的表现 第二反问句 其实是最伤害人的内心的 我们上个团队来了一个小伙子 一家三口 他的儿子才14岁 但是他想在自己的耳朵上面打一个小耳洞 想要盯上一个耳钉 其实我也有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盯过 他的父母认为 这是不可以的 你这样盯了就是一个叛逆的少年 往往你越不想让他干一件事情 他越要跟你对着干 因为刚好是叛逆时期 而我看他们两夫妻啊 在聊天 也经常是用反问句 所以啊 你说 孩子想做的一件事情 可能我们理解不了 但是你给他一点时间 也给彼此一点时间 你看我们学会说话 从牙牙学语 基本上要花一到两年的时间 却没有想到 我们这辈子 竟要用余生 学会让自己闭嘴 他经常说自己叫什么 我是刀子嘴豆腐心 他的确是刀子嘴豆腐心 但是有些人的豆腐心 砸出来的那个豆腐啊 他是动豆腐 可以砸死人的那一只 就像一枚钉子 钉在木板里很快的 但是你要把钉子拔出来 也很快 唯一消失不了的 是那个洞痕 永远在那里 你是无法弥补的 所以管好自己的嘴巴 因为语言是人类 最有利的武器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都是为能父母 教育孩子 我跟大家一样都很迷茫 但是我们作为监护人 肯定比孩子站得高 看得远 我们把养育孩子 我个人把它比喻成 是一片大草原 在大草原上面有碎玻璃 有小刀子 有小坑 但是我能看到 一千米以外 这个草很高 下面有个悬崖 孩子是看不见的 那孩子在草原里面玩耍 他碰到了碎玻璃 碰到肯定要扎伤手 我们往往会跑过去 哎呀不要碰这个 他会扎伤手的 你越这样跟他讲 他越要去尝试 你就让他扎伤手 扎伤了才知道 这个东西是不好惹的 前面有个小坑 不会造成肢体伤残的 只是疲落之伤 你就让他摔 摔好之后 他以后就不会掉到 这坑里面 但是当他走到了 这草丛前面的时候 他看不到这个悬崖 作为我们监护人 我们要及时制止 因为这个掉下去 乃是万丈深渊 所以我们可以发自己的光 但是不要熄灭孩子的灯 轻轻的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海洋 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 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 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 抖音